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还没上楼观察 现在请教大文老师 好 大户筹码泄露天机 所以股市操作真的不能开玩笑 不能乱买股票 你一定要看懂 从筹码结构去看懂什么 看懂大户在进货的主流 它未来才会大涨 今天如果大户出货 很抱歉 很抱歉 纵然你是台积电 纵然你是国具 大户出货 你还是要跌 所以投资朋友一定要有 这个先决条件的认知 来到股市不是说 好公司就会让你赚钱 所以这是很深奥的事情 所以张老师40年来 在筹码结构的研判 一再跟大家讲 股价大涨其实两个条件 第一个基本面好 但是你以为基本面好就会涨吗 No 基本面好 再来要搭配大户在买 所以今天基本面好 大户不买 很抱歉你照样跌 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讲 你只有锁定重压 大户在进货的主流 你才有资格享受大波段的活力 今天你倒听途说 乱看财经讯息节目 乱看乱买 你最后就是满手套牢 纵然 你满手好股票 纵然你满手台积电 满手国具 你照样套牢 这个是很多投资朋友 搞不清楚的事情 所以张老师跟你讲 你今天不懂筹码结构 你来到股市 你是不可能赚钱的 对不对 你根本连大户在买什么 你都看不懂 只知道每天看电视看消息 看哪个讲好就买 对不对 乱买一通满手套了 很简单 这次封关前 封关前 全市场都在跟你讲什么 半导体 台积电 连电 被动原券国具 全市场都在跟你讲 这个是台股的多头领军 我看到很多脸书 很多投资人 台移电六百多一定要买 好 我尽量声明 我不是说台移电不好 我不是说国具不好 我讲的是筹码结构 我们先看一下大盘导播 打一下从一月份大盘 大盘看一下 台股从封关之后 一万六千五百多点 跌下来跌到前两个礼拜 一万五千六百点 跌得快一千点 今天台股又来到一万六千五百点 注意看 你要注意看 台股甚至 我看这个结构 台股加减指数 甚至很快又要再度挑战 封关之后 新春开盘之后的高点 一六五十九 因为今天已经来一万六千五 甚至很快又要创新高了 你先听清楚 所以台股指数 甚至不排除 即将再度向上 创历史的新高 但是请全国投资学院 好好想一想 最近真的来看我的投资人 十个有十一个 我跟你讲 十个有十一个 都有什么 半导体 金元双雄 都有台积电 都有联电 都有国具 备动员量通通有 为什么 封关前 大家 所有的专家 都讲台积电好 而且很有意思 买台积电 都买在六百三四十块以上 都买在六百三四十块以上 那你告诉我 指数很快要创新高 封关前 台积电六百七十九 新春开盘之后 还在六百六十多块 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还在五百多 六百保卫战 跌了一百块 那大盘指数呢 你要看清楚 今天不是说 大盘崩了一两千点 你说那台积电 跟着重挫 跌一百块 指数很快要创新高 但是所有封关前后 买台积电的 来 二三三零 你自己告诉我 你哪个赚钱呢 你举手我看一下 通通套牢 好股票通通套牢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结构 不是好股票 就能让你赚钱 封关前后 封关前后 所有去买国具的 来看一下嘛 二三二七嘛 六百四 今天多少嘛 你回答我 五百五 十张赔一百万 没错吧 台积电也是十张赔一百万 国具也十张赔一百万 封关前后 去买联电的 你能赚钱吗 五十九 今天还在四十几啊 这都是好股票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 张老师 节目中 所跟你谈的 你在外面 是听不到的 对吧 封关前所有的专家 跟你讲 台积电好 联电好 国具好 都很好 但是买完 就是不会赚钱 甚至套牢 为什么 筹码的问题 那封关前 张老师 跟大家讲航运 2021的主流是什么 航运嘛 比特币嘛 miniLD嘛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三大主流 大户在进货嘛 所以封关前 来扬明海运 大家自己看一下嘛 十几块 涨到多少 三十六 涨一倍 所以你封关前 你请我的话 一百万买扬明 今天变两百万 两百万买扬明 今天变四百万 没错吧 所以我封关前 有多同学来找我 只要有两百多万 扬明一百张嘛 是不是 只要有两百万 一百张 是不是两百万 赚两百万 那你封关前 买台积电 你告诉我 台积电封关前 六百多 今天涨一倍 应该是一千 一千万 台积电 有一千二吗 有吗 国具看一下 封关前六百多 今天应该一千二 有一千二吗 今天还在五百 所以你封关前 你不听张老师的话 你去碰半导体 你去碰被动元件 今天抱歉 你统统怎样 自己看 这很残酷的事情 套牢 而且你买的是好股票 一样套牢 为什么 你不懂筹码嘛 你不懂筹码嘛 所以封关前 为什么张老师苦口婆心 航运股啊 阳明海运啊 大家自己看一下嘛 十几块涨到三十六块 涨一倍 长龙海运看一下 三十涨到四十七 大涨六成 比特币商机 看一下技嘉 自己看一下嘛 七八十涨到快一百 创新高 维新二三七七 看一下 一百二涨到一六九啊 创新高 再来一再跟你叮咛 今年全新的商机 miniLED面板族群 看一下龙创 看一下 封关前二十多块 涨到四字头 涨到四十块 创新高 再来miniLED面板族群 来看一下群创 从十几块 今年二十一块 创新高 miniLED面板有达 看一下 十几涨到二十几 创新高 所以好好思考一下 为什么全中华民国 那么多专家 这么多财经老师 封关前 为什么 除了张老师 有第二个人告诉你 航运 比特币 miniLED吗 三大主流 全部创新高 全部大波段行情 所以投资朋友 你就要认知 张老师在节目中 每一个时段 所跟你锁定 未来的主流 你要赶快去 珍惜它 赶快去布局 要不然你是 赚不到大波段行情的 听张老师一句话 张大文在金融市场 筹码 我从二十几岁 一个人去华尔街 对不对 回来以后几个财团 我都待过 所以我给你讲的事情 你真的要认真地去执行 不是听听就算 好好想一想 锁定主流 你当然就会享受 大波段的获利 你看一下 我们去年九月份 联电华星科创意 怎么带全国同学买的 大家自己看 我特别要强调 会买股票 你只是徒子徒孙 你听清楚 你要懂得卖股票 才是赢家 你看我去年联电 从二十多块 这是九月二十八号 全国同学统统有 一早九点多 联电二十六块半加码 十月份联电 二十八块附近加码 自己看一下 二四二六 二八二九四四 一切拉回都是买 到了快五十九 来到快六字头 我说够了啦 涨了一倍以上 两百多万 变到快六百万了 你还要怎样 做人适可而止 不要贪心 好不好 来到快六字头 我跟你讲 筹码结构 开始怎样 转空 是不是跌到四十多块 来 再来再来 被动元件 你看我被动元件 华星科怎么买的 从一百五 十月份一百六 十一月份一百六 天天加码 二一五拉回多 喷到二九一块三百了 你是不是涨一倍 是不是一百多万 变快三百万 一样告诉你 够了嘛 是不是跌到两百三 再来细致才创意 从两百多 三百多 喷到五百 你告诉我够不够 是不是两百万 变五百万 告诉你够了 是不是跌到三百多块 不要怀疑 那封关前跟你讲 错过联电 华星科创意 这涨了一倍以上了 未来社会大涨 千金难买早知道 很难吗 张老师封关前跟你讲 航运 比特币 miniLED 有很难吗 你当然很难 但透过张老师 四十年的专业 你省去那些摸索 封关前 我就要跟你讲航运股 你赶快买 对不对 扬明海运 我有没有带你买 扬明海运 全国同学 十几块 二十 二三 二五 二八 三一 三五 喷到三六 够了啦 涨一倍啦 让他整理整理嘛 对不对 一百万变两百万 两百万变四百万 你还不够吗 长龙一样 从三十 三四 三六 三九 四五 四七 够了啦 真的 让他整理整理 好不好 比特币 跟你讲 突破五万 这是华尔街的大咖 都在大买 所以这是一个大行情 去年比特币的金银 从十几块喷到三十六 又快一倍 对不对 错过金银的跟你讲 技嘉 从八十多 八十九 九四 九九点六 快一百 十张十七万 三十张又五十万 是不是 也很 也不错了啦 对不对 波段获利嘛 微星科从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你看看 又快要一百七了 十张二十多万 二十张又五十多万 对不对 好了 再来 其实今年我最看好的 就是这个产业的族群 miniLED嘛 为什么呢 iPhone大卖啊 对不对 再来呢 苹果要推出全新的miniLED啊 所以miniLED绝对是今年 主流中的主流 所以去年的融创 从二十多块 对不对 喷到三八 告诉你拉回二十多块 还是要买哦 整个结构 搭配的整个miniLED的商机 对不对 未来的整个主流 产业向上的趋势 没有改变啊 告诉你 拉回 还会 未来 还有机会再突破前高 三八点九 结果呢 全国同学 你自己告诉我 有没有突破嘛 是不是 四字头了 来导播打一下融创 啊 K线结构 对不对 从二十多 对不对 缩小一点 前面的高点一起看一下 啊 OK OK 前面的高点已经突破了嘛 是不是 已经创新高了嘛 所以从去年 你不管融创买到哪里 你现阶段 你都是赚钱啊 那但是同样的 打一下台积电 大家欣赏一下嘛 去年你不管买在哪 你到现在都赔钱啊 国具看一下 二三二七 对不对 封完钱 你不管买在哪 你现在怎么搞的 都赔钱呢 这就是筹码结构 可以让你 不要去踏到地雷嘛 对不对 融创三四三七 再打一下融创 二十多块 你看四字头 创新高了 那融创整个结构 自己好好欣赏一下 涨完了没有 哇 这是很大的学问哦 好不好 融创未来会涨到哪 好不好 再来 这档股票 也相当的 值得你好好的珍惜嘛 六六大顺嘛 六开头六结尾嘛 未来EPS要上看 两个股本 对不对 那外资现在 全面调升目标价啊 从一百一十多块 冲到一三一 拉回一百二三 我跟你讲 拉回你要注意啊 因为这家公司 它未来的获利 是不是相当的看好 甚至在 Mini LED 它又是苹果主要的 触控模组的供应商 一旦Mini LED 对不对 正式的量产 那个价格 要比过去的触控面板 要高三成以上 所以整个 未来的营收获利 十分的看好 那这家公司 还有一点最可爱的 它不仅是 苹果主要的 触控模板 模组的供应链 居然又是 苹果的死对头 三星主要的 指纹辨识的供应商 所以这家公司 太可爱了 左手大吃苹果商机 右手三星的商机 通通拿下 对不对 两个人不管怎么样 打架吵架 它都一翁得利 这张股票太可爱了 所以这张股票 好好注意一下 好好问问自己 它何时 会再突破130呢 好不好 那近日 它在120多块 在整理 整个结构 还在整理 好不好 所以很多人以为 要整理就不行了 我讲个 最简单的道理 奥运比赛看过没有 所有要起跑 要跳高的选手 第一件事 它要做什么动作 蹲下嘛 对不对 所以股票你要了解 筹码结构 它在整理的意义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这张股票 拉回120多块 你要注意 你不要让它 哪天又飞出去了 好不好 那就很麻烦了 再来这张股票 也十分的可爱 又是苹果主要的供应链 又是鸿海集团的 对不对 外资在前两个礼拜 大买了万张 所以股价 那一样在120多块 近期做一个 对不对 突破之后的量缩的整理 那这两个股票 一样 一旦给它占上130 那好戏就来了 好戏就在后面了 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把握跟上 那除了mini LED之外 未来神秘大长 不啰嗦 今年绝对电动车 那电动车题材之外 国内的龙头 鸿海集团 也全力的切入电动车 所以鸿海加电动车的答案 就是存安 为什么 它就是鸿海集团旗下 车用镜头的 对不对 电动车大厂 所以二月的营收 已经跟你讲了 暴增六倍 股价存安从50多块 带同学进场 57.5 62.9 69.1 很夸张 连喷三天 大涨三成 对不对 那短线急冲之后 我讲过 冲到69 面临70块压力 你当然要适度的 做一个获利调整 为什么 冲太凶了 对不对 人吃饱了 要休息一下 要消化一下 所以大涨三成 一百万就三十万 三百万就九十万 当然要懂得获利一下 钱放到口袋 才是最热的 你了不 所以来到69 那天 请全国同学 把握获利一趟 对不对 那上礼拜 拉回58块附近 我跟你讲 拉回怎样 拉回怎样 当然还要再买 你以为电动车 就结束了 你以为 红海电动车 都不干了吗 对不对 当然还是未来的主流 所以上礼拜 拉回50多块存安 告诉你拉回 机会又来了 今天存安不客气 电动车又发动了 红海电动车又再次启动了 好不好 那红海存安 何时会再度的向上突破高点 跟上脚步 好不好 那不论是电动车的商机 以及苹果miniLED 大波段的获利操作 未来才会大涨 大户筹码 早已帮你锁定好了 好不好 不要自己在乱车飞标 那手中有一些套牢的电子股 今天务必拨量要进来 跟上脚步 锁定2021全新主流 锁定未来大波段获利操作 今天务必拨量要进来 共襄胜举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就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华尔街常常讲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但你只要认真看张老师节目 早知道 你早就知道了嘛 封关前是不是早就跟你讲 航运 比特币 苹果 miniLED 你看看阳明海运 封关前从十几块 叫你大减便宜啊 二十 二三 二五 二八 三一 三五 三六 够不够 一倍啊 够不够 一百万让你变两百万 两百万让你变四百万 够不够 问问自己好不好 再来长龙从三十 三四 三六 三九 四五 四七 够不够啊 一样大涨六成嘛 好不好 再来比特币跟你讲 去年的精英十几块 喷到三六够不够啊 涨快一倍了哦 错过精英的技嘉 你看从八十八九九四 九九点六有够吗 三十张又快五十万哦 再来维新一样 从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 快要一百七了啊 通通创新功 这都是张老师去年 苦口婆心 二零二一上半年的主流嘛 让你见证吧 再来苹果miniLED 对不对 去年一路跟大家分享的 农创 从二十多 三八 拉回二十多 还是买 结果呢 上礼拜 四字头了 我搞我 又创新功 所以主流它有个特质 就是会涨不停创新功 了解的道理吗 那错过农创的这档 六开头六结果的 你也好好好好好好注意啊 近期拉回一百二十多块 不要给它占上一百三哦 那就要发动了哦 好不好 这档四开头的 何时给它突破一百三哦 也会有大行情在后面哦 这都是苹果miniLED 这都是筹码安定 准备要喷出的 大行情的股票 那再来电动车 也绝对是今年的 产业中的主流 对不对 那纯安又是 鸿海集团旗下 从五十多块 五七六二六九 你自己看看 一买完爆冲三只涨停 高档请你把档获了一趟 是不是 上礼拜拉回五字头 再买好不好 因为电动车还会有机会 再度的一个向上的发动 今天纯安 又拉尾盘了哦 又六十多块了哦 好不好 纯安何时会再度的 向上突破全波高点 跟上我们的脚步 所以不论是电动车 商机 整个大波段行情的目标价也好 甚至miniLED 大波段获利操作 目标价 今天请全国同学 务必来电 共享盛举 当然我知道 绝大部分投资朋友 现在来看我的股票 哇十几档二十档 几乎半导体 被动元件 还有D-RAN一大堆 通通套牢 该怎么处理 好不好 套牢持股 该怎么样锁定 2021的主流 你才有资格 享受后面大波段的行情吗 手中有任何套牢的问题 今天不要客气 通通拨掉要进来 张老师一视同仁 通通帮助你 手中套牢 今天也务必拨掉要进来 共享盛举 锁定未来的主流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来所推介分析的 各别有价证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告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